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一年一度的金星獎又來啦 明主播今年一樣需要你們的幫忙 現在開始的每一天都能夠幫明主播投票 一個帳號就可以投一票 所以各位如果每天能夠幫明主播 花一點點時間簡單的投個票 主播真的會非常感謝你 那主播也答應你們要是今年我們又得獎了 我會舉辦一個神秘企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投票的連結我會放在底下留言區 那進到投票網頁中 你們可以看到最受歡迎影音創作者這邊點下去 那你們可以找一下明主播在哪裡 找到之後往我的頭像點下去之後 下方這裡有一個讚 直接把這個讚點下去 你就成功的為明主播投到票啦 今年還是麻煩你們了 今天10月3號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嘴瓶伊之助 那伊之助的造型跟迷豆子還有炭治郎不一樣 他是在商城直購的一款造型 那麼原價是1200點券 現在特價賣199 非常的便宜 那因為應該有一部分的玩家 在兩年前鬼滅連動的時候 還沒加入到傳說對決 所以你們可能不知道 當初這個伊之助的造型 其實是免費贈送的 在當時來說當然是非常非常的佛心啦 大概是跟當初那個超人力霸王連動 佛歐倫造型免費送的時候一樣佛 不過在第一次連動之後 後面推出了這個伊之助造型 把它改成用點券購買 我自己覺得也還能夠接受 因為這個伊之助造型他是有帶特效的 而且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個人物建模 可以發現他刻畫整個角色非常的生動 連他的肌肉線條都畫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做工還蠻細膩的 而且我說實話 就算你免費的時候沒有拿到這個造型 花個199還是可以把這個造型收下來 對於玩家來說我覺得還是相當佛心的 不過你們剛剛也有看到這個造型原價是1200 我其實有一點忘記之前真的有賣到1200這個價格嗎 因為如果這個造型賣到1200的話 我只能說完全不值 畢竟這個造型他是沒有回程特效的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造型當初真的有賣1200點券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分享 那馬上進入今天的伊之助造型公道播 今天我們來開箱鬼滅之刃第三個聯動造型 也就是嘴平伊之助 那麼這個造型也是大家當初號稱最佛的一個聯動造型 因為當時他是帶特效的免費造型 每一次只要有跟一些動漫IP連動的話 傳說最絕對都會贈送一些免費的造型 鬼滅之刃系列除了伊之助以外 還有一個是蝶屋的愛麗絲 那麼像是這種造型 他就是以鬼滅之刃的風格去設計出來的造型 但他並不是直接的動漫IP連動 大家應該可以懂我在說什麼 今天在這支影片的一開始 就提供給各位一個非常頂級的爆料 大家都知道11月即將來臨的是咒術迴戰的聯動 主要聯動的角色分別是五杖幽人跟五條悟 那前幾天的影片有說過這兩個英雄 一個是抽獎 就是五條悟是抽獎 一個是直購 五杖幽人應該是直購 那我也說了嘛 每一次的動漫聯動 官方一定會贈送免費造型 所以這一次的免費造型 他一樣是以這種咒術迴戰的形象去做設計 然後去推出的聯動造型 意思就有點像是我剛剛提到的蝶巫愛麗絲 或是有點像是之前一拳超人聯動的拉茲 會變成動漫IP的風格 但不是直接人物IP的聯動啦 因為之前在網路上看到有爆料說 這次咒術迴戰總共會有六個聯動 六個聯動造型非常的多 那時候非常多的玩家在猜測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咒術角色 但後來依據我這邊非常精確的消息 最後有聯動的角色人物 就只有虎杖跟五條 OK那我們聊完了咒術 一樣看回鬼滅之刃 伊之助這個造型有幾個特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這個造型 它的語音非常的豐富 講好聽一點是豐富 講難聽一點就是非常的吵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動漫咖 非常喜歡鬼滅之刃 或是伊之助的話 應該是能夠讓你非常到還原 當時動漫的情景 伊之助不管是在走路的時候 放照的時候都有它的語音 包著你整把這樣聽下來 你會以文記在看鬼滅之刃 那再來我們講講這個造型的手感 手感方面我覺得算是還蠻優秀的 它的打擊感跟使用起來的手感 是屬於比較輕盈的造型 瑟斐斯如果要說到手感比較重的造型 應該是合金進化 或是之前有免費送過的那個 地獄容顏還是什麼地獄使者那個造型 那整體的技能特效裡面 我最喜歡的還是它的這個二技能 這一個造型的二技能 有一個快刀斬亂麻的特效 我覺得也很還原到 原作伊之助裡面它的技能 伊之助的技能就是獸之呼吸 那它在整個動漫裡面 是屬於一個比較狂野派的角色 就是一個拿刀亂砍很瘋狂的形象 那像瑟斐斯的一技能 有點像是它的豬土猛進 然後瑟斐斯的大招伊之助騰空躍起 所以我覺得伊之助搭配上瑟斐斯這個角色 還原度也非常的高 因為這個造型它只賣199 所以我們其實不會用太嚴格的角度去看它 會特別這麼提是因為 這個造型它跟迷豆子還有炭自然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沒有回程特效 但是199沒有回程大家應該都可以接受吧 再來就是如果你對於這個點券的花費 是非常在意的 連199也要精打細算的話 那這邊我再提供給你一個 這個需不需要購買的依據 首先是角色的強度 瑟斐斯現在來說應該算是一隻 T2 T3的打野英雄 這個賽季在職業賽也是有登場的紀錄 不過場次非常的少 如果就我的印象裡面的話 BMG的燕燕曾經有拿一場瑟斐斯出來打過 那我記得好像對到的英雄是莫拉 那會議選瑟斐斯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瑟斐斯他大絕的踩 是能夠斷莫拉的大招 是可以抓莫拉時鐘的 再加上瑟斐斯他本身的體質滿硬的 比較不怕莫拉的刷 那麼在排位賽強度的部分 目前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在璀璨以上的段位 看過瑟斐斯這隻英雄 在比較以前的年代 瑟斐斯其實是一隻還蠻不錯的英雄 就是那種平民野王吧 你可以把他拿來應對刀鋒 也可以把他拿來應對甲蟲之類 他的體質就是很好的一隻英雄 不過這個角色他的前搖比較大 就是瑟斐斯在踩大絕的時候 會有一個奇跳的動作 這個可以算是這隻角色的短板 因為就是這樣子的奇跳動作 讓他的招比較容易被躲 那麼這些原因也是瑟斐斯現在沒有到特別強勢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是強度派的玩家的話 瑟斐斯的強度雖然不到不能玩的程度 但是可能你必須要想一下 你願不願意花199去買瑟斐斯的造型 那我們看回遊戲 剛剛我們一波驚天衣才是 直接把我們自己採入深淵造福了隊友 隊友人頭是收的特別爽 但是不知道苦工都是我們在做 助攻都是我們在拿 一隻豬的造型跟所有鬼滅的造型一樣 都是上架到30號 所以我覺得資金如果有限的朋友們 也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你們可以看看八週年系列的造型 會在10月底登場 再決定你們要買八週年系列的造型 還是去買復刻的一隻豬 最後結論就是一隻豬這個造型 當然不是色斐必買的造型 比較大的優點就是他比較便宜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造型跟老婆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掰掰